糟了!這塊好像失敗了 嘩 大家好!我是Wing 疫情之下很多人都變了廚藝高手 一直以來 千層但高度人口的最愛 但外面吃的那些經常只有十多層 就是今天我要挑戰 由於所有食材的份量都要倍增 所以需要的材料就有 這麼多 我超推薦大家去意得為買 因為它有很多東西可以發掘 而且買這些忌廉和牛油是特別便宜 現在就開始做麵糊 如果想拿18層就需要5隻雞蛋 這些是日本大雞蛋 這樣發起已經聞到很大股蛋香味 之後就要60克砂糖 少許鹽 5克雲呢辣香油 我介紹不斷加材料 忘了攪拌 250克低筋麵粉 其實要過篩 因為低筋是特別容易起粒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煮食是非常隨意 所以我決定不過篩 很害怕把粉全部彈出來 我很想要一部廚師機 有沒有廣告商想彈了一下 我決定從屍顧忌 用手弄均勻 放心我已經洗手了 漸入街景 然後就要加625克牛奶 我怕那些好慌 這樣倒點就降落 就把雞蛋彈出來 現在還要餓 為何要這樣倒 才可以浮得沖碎 也撐進去 加了200ml牛奶已經快滑 超峰的那個牛奶 好温 我非常懷疑這個充置 我這次請我拿了一個大刀出來 現在很黏 然後把這個拿去冰 其實煎餅皮真的很需要記憶 我記得第一次做不是穿了 就是太厚 自己做的話就要運用很多工具 包括筷子和煎餅 不是 這個是鑊鏟 少少油 然後用廚房煎開 好緊張 現在馬上試一塊 一放完麵糰下去就要馬上熬 然後用中火讓它中間起泡泡 旁邊又飛起了 我慣性是用快點撩起那邊 再用鑊鏟鏟進去 因為就這樣鑊鏟很容易弄穿 糟了這塊好像很濕 我要相信自己 其實那邊也會刮走 所以我先撕一點 試一下味道 正常OK 這塊比較像樣 夠薄 有些酒店製作餐 會有即煎的Pancake 超想試玩那個一轉 就令到一塊很大的餅皮 我只要煎到一塊完美用來擺面就可以 不要逃走 我這次試一下把多餘的粉漿直接倒走 可能因為我是用日本大蛋 但煎出來也特別黃 我覺得我今集的裝束和行為都挺延棄 大家說是嗎 我現在煎到第九層 如果已經攪機了37分鐘 好餓喔 我的下午本來就是千層蛋糕 但現在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弄完 這裏有19層之外還有1.5瓶餅 所以我煎好再做餐給大家看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4點20分 我1點到8公司已經在煎 所以都解了差不多3個小時 量一下現在有多高 已經有8厘米 為了讓蛋糕不要抹來抹去 還有收一下邊邊 我們就用這個chop chop 4塊4塊來吧 看來我太貪心 好像不太解斷了 我先剪一塊 這些邊邊當然不要浪費 留配忌廉吃 浸到整張桌子都動了 還要吸著 這一堆邊邊可以做多個千層蛋糕出來 吃這些餅皮都會上癮 不知道是不是這次吃過太多油 我剛才咳完之後整隻手都油膩 但明明我已經減了10g牛油 現在我決定逐塊餅皮一人 做真正的做好餅皮 現在可以醬油打cream的環節 我覺得最好的cream其實是總統牌 但那隻就貴一點 所以我通常會買這些紫色包裝 超挺身的忌廉 千辛萬苦終於來到組裝環節 我一樣可以找這個轉盤出來 這個蛋糕、紙板和轉盤都是在義德外賣 好!來吧! 今天的cream不敢塗那麼厚 因為要搭很高 我覺得抹cream那一刻很治癒 所以我經常在IG看別人抹cream 只有每天用來送的youtube影片 就是那些驚人每天製造超過100個水果蛋糕 怎麼我打算數一下有多少層 但我已經忘記了 我終於做了一半的餅皮 差不多有我一隻手掌那麼高 因為我都怕cream會溶 所以我現在就再放進雪櫃一會 在上面多打點cream 看到這麼大的cream都覺得很棒 大家猜猜我可不可以在日落前完成 現在已經6.3 我做了最後三層 但我竟然不夠cream 那些有新的忌廉 好 來到最後一層了 剩下的cream我就會放進擠袋 還沒裝飾 幸好家裡的工具齊全 這個我是在EON12元店買 一套有三個不同 一套有三個不同 一套有三個不同的擠 最後一套是田忌奶 因為比較實正 因為裝飾就最適合 另外用準備的辣妹 通常一放生果就會突然很漂亮 2281g 整年沒做過蛋糕 希望還懂得cream 最後加上藍莓 先加一顆大一點的 我真的覺得它很漂亮 整個過程歷時八個多小時 來了 一把刀都不夠長 哇 神經病的我都被自己驚嘆到 這兩個超美的橫切面 這裡有56層 先扔回去 啊 最重要是好吃 這樣才是真正的千層蛋糕 夠膽的你都試試煮到多少層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最重要是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下旁邊的鈴鐺 那就第一時間知道 下次會挑戰什麼甜品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hibe 操作 crise bi